入冬以来,首波冷气团来袭天气是越来越冷了,而瑞士乡瑞瑟社区发展协会就特别开办了爱新义脉市集,并且将所得全数捐赠给社区的弱势边缘户来使用。 上午瑞瑞湘湖外,气温大约20度左右,气温偏冷,但是农会前方的爱新市集却是暖乎乎,乡亲民众前来找宝物的同时,还能够做公益关怀,社会入市族群,全社区整个都热了起来。 因为社区今年做了一个叫做扎根计划的社区支援盘点之后,才发现说原来在瑞瑞村里面,我们的边缘户大约有40户,那这40户呢,我们也会把 名单拿到之后,我们会再去稍微做一些筛选之后,筛选之后,我们会再去针对这些人,我们会把我们这次的收入,就这样子平分给他们。 瑞瑞湘瑞瑞社区发展协会今天上午在农会,信用部齐楼廊道办理爱新义脉市集,社区协会干部与妇女姐妹,昨晚赶工制作1000颗包子、茶叶蛋等热食,一下子就被秒杀受庆。 另外还有乡亲民众捐赠义脉的二手小物,小农的柳丁蜜柚,以及花卉盆栽等等,义脉成绩也开红盘,整个爱新义脉市集买气气氛热落。 目标,我是希望可以到四万啦,可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东西好卖了,那因为这一次我们所有看到的东西,我们除了举止是帮我们的农民代销之外,所有东西都是,吃的是我们社区的,社区的居民自己做的。 然后很多的东西都是我们社区,我们这些村里面热心的人士捐出来的物资。 所以社区里面这次,这次动员的人数应该有上百人吧,然后大家原来大家都那么热心。 从上午八点开卖的爱新义脉市集,不到中午的时间,几乎所有物品都已卖出一半以上。 初步估算,义脉金额也突破,当初的预期已经超过四万多元。 社区干部感谢地方乡亲民众的热烈支持,协会也将会将义脉所得全数发送给社区的社会福利弱势边缘族群,社区尽点绵薄之力来照顾关怀社会的弱势。